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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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看好你 咱今天咱不提他们 咱说几个新的 说几个更牛的 他们的听力是一般人的16倍 怎么可能 那一定不是一般人 当然了 他们的嗅觉是一般人的1200倍 你看 没骗你吧 你说的这都是军犬 更确切的说 这是搜救犬 无声的战友 我今天就给你讲一讲 这些无声的战友 精彩的故事 要说起搜救犬 咱就不能不提国家地震救援队 国家地震救援队 是我国第一支 旨在参与国内外地震灾害 紧急救援的国家级队 所以又被称为中国国际救援队 国家地震救援队 由北京军区某工兵团的官兵 国家地震级专家 和武警总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 分别负责搜索 营救 医疗和技术保障等任务 在历次国内外地震救援行动当中 那是屡见其功了 中国国际救援 对我们大家都特别熟悉 咱们就说2004年 印度洋发生地震 引发了特大海啸 救援队分两批赶赴印尼海啸灾区 去执行救援任务 当时是救治了3,015名伤病员 不只是这样 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 咱们这个国际救援队 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在19天的时间 转战48个最严重的受灾点 而且是救出了49名兴奋者 可以说非常了不起 应该说是屡见其功 除了咱们这些队员们素质过瘾 特别能战斗之外 人家还有专业的救援装备 像这个生锅探测仪 红外探测仪 叶压钱 月球灯 多了 还有一点 既是装备 又是战友 那就是搜救犬 经过专业培训的搜救犬 可以说是百发百中的搜索专家 因为搜索与救援工作 它往往直接关系到 挽救人类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因此搜救犬在突发性灾难救援当中 起着关键的作用 要说搜救犬的选拔是很严重的 不是说随便拉来一条犬 它就是搜救犬 没错 咱就先说搜救犬犬种的选择 那就很严格 一般来说搜救犬是从以下五种犬当中选择的 德国牧羊犬 威武大胆 体格健壮 经常能完成十分艰巨的任务 比利时牧羊犬 工作灵活 弹跳力好 爆发力强 它闪电般的动作让其他工作犬种是望尘莫敌 拉布拉多猎犬 天生个性温和 无攻击性 智商高 非常适合作为工作犬 金毛巡回猎犬 活泼友善 个性热情 激井自信 在困苦的工作环境中尤其凸显它的优势 史宾格猎犬 耐力强非常敏捷 属于彻底的运动犬种 而且带有明显的猎犬特征 几百条犬当中 我们挑选最优秀的犬 六个月这个适应期的训练当中 如果这条犬出现了先天性的一些疾病 包括在训练当中 它的神经类型减弱 他们都会及时的给我们更换的搜救犬 这个选拔的这个过程是相当严格的 没错 不仅选拔过程很严格 训练过程更严格 而且这个搜救犬的实行的是全程淘汰制 可以说每一条合格的搜救犬 那都是要久经考验 这五个犬种当中我还是比较喜欢牧羊犬 因为他很威风 他的体格比较大 而且很强硬 你还别说 搜救队的甲队长 他的搭档就是一条比利时牧羊犬 名字更威风 叫战神 这战神是犬如其名 高大威武 爆发力惊人 他的体力非常好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工作 主要是让他们在这个大面积的 这个高难的这个废墟 这个现场进行工作 现在的战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了 常规的训练任务都能够沉着应对 为了提高战神的适应能力 今天贾队长特意为他设置了模拟井下搜救科目 战神属于是那个性格比较急 他属于是兴奋型的 他的警觉性比较强 也是非常的凶猛 到达井下的战神迅速展开了搜救行动 凭借着灵敏的嗅觉 他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井下事先藏好的处训员 同时还进行不间断的废教报警 你看我对战神特别有信心 你看这镜头 我觉得在他面前没有什么完不成的任务 你还真别把这训练想解 战神之所以能够成为战神 那得过好几关 别的不说 咱就说这个废教报警 让犬发出叫声报警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训练刚开始的时候 战神即便是找到了藏匿在圆形管道里的训导员 他也不知道废教 所以训导员这时候会用食物或者玩具来引诱他 一旦犬开始废教就马上会进行一下奖励 久而久之 犬就形成了条件反射 他一旦闻到人的气味 搜救犬就会不停的废教 在国际惯例是废教报警30秒 它的持久性的培养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觉得无论是对于搜索口令的反应 还是平时的服从性科目的训练 都是在让犬重复一个动作达到习惯成自然的这么一种目的 话是这么说 但是真实的救援环境那是错误错误的 而且还会给搜救犬带来很多困扰和诱惑 比如说呢 比如说美食的诱惑 当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 搜救环境中会同时存在 比如医院 化工厂 商场 超市等不同的干扰性器 尤其是厨房食物散发出来的香味都会对犬的嗅觉产生严重的干扰 所以在战神即将模拟搜索的地方 贾队长放置了战神喜欢的好吃的 那战神到底会不会被美食所动呢 到了废墟上之后呢 我们也会安排一些骨头啊 包括我们的火队橙啊 还有鸡蛋啊 放在这个废墟上 战神真不愧是战神 从美食旁边走过 经受住了考验 继续他的搜索工作 可以我说吧 这个牧羊犬啊 是最适合当搜救犬的 说的没错吧 你还真别太武断 你看这个训练啊 继续往下进行 下面战神就遭遇灾难 为什么 发现了幸存者 但是呢 那个地方他可进不去 怎么会进不去呢 个儿太大了 算不进去 那个儿太大了怎么办呢 那要不换条犬 这算你说对了 这个牧羊犬啊 执行任务的时候 一般的都要给他配一个搭档 就是体型比较小的搜救犬 和战神搭档的这条使兵格猎犬 他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叫笑天 笑天的性格啊 十分的温顺可爱 个头呢 也比较小巧 因此常与大型搜救犬 一块执行搜救任务 每逢遇到大型犬 无法进入的狭小空间 笑天总能灵活的进出 在08年在四川汶川特大地理救援当中 我记得我们是在应秀宾馆的一个居住楼里面 然后进去搜索的时候 因为笑天的体型比较小 直接就钻到了一个缝隙里面去 然后对这个兴奋的进去分校 我把这个人给救上来 怎么样 这就叫一寸长一寸强 一寸小一寸桥 使兵格猎犬很有耐力 是那种适合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的搜救犬 你说的这些我承认 但是这种使兵格猎犬它太温顺了 而且胆子很小 你要让他去执行搜救任务 我觉得这个训导员来训练他太不容易了 笑天是搜救队成立后吸纳的第一支使兵格猎 对于他的加入 选队抱有很高的期待 给他选了一名训导员冯其刚 冯其刚本来是准备一展拳脚 结果笑天刚来头一天就给他浇了一盆凉水 我过去一摸它浑身颤抖 颤抖之后过了一会儿 我一看它地下都湿了一片 我说这怎么回事 我一看原来是药下了 我说这种犬能作为搜救犬吗 确实当时特别的失望 他没上战场了 就尿裤子了 这不是让人很失望吗 小冯说实话也很郁闷 他从小就很喜欢养狗 到了搜救队之后 他带出来好几条非常棒的搜救犬 但是他还真没见过这么胆小的 就换一条算了 如果不换的话 这样继续去训练 不是白耽误时间吗 小冯当时也抱着这样的想法 就找到了贾队长 跟贾队长一说 贾队长微微一笑 告诉小冯一个训犬的十字真言 这十字真言就是 训犬无诀窍 耐心最重要 有了这十字真言 冯其刚开始耐下性子 慢慢的和笑天接触 时间一长 笑天会围着冯其刚的腿 不停的打罐 冯其刚觉得自己的努力 总算是没白费 笑天终于开始能够接受他了 小冯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 决定让笑天到训练场开始进行一下课目训练 但是笑天的表现真是不给力 我去牵他走的时候 他就趴在那不动 然后我就瞪着他 我就牵着他 实际拽 我越去牵他 用力牵他 他就越往后退 别说让笑天到训练场进行课目训练 就连离开犬舍他都不肯 经过多次的尝试 冯其刚是真着急 因为我们同去的八个人 他们进步都特别明显 特别快 我只能在一边看着 那种心情就特别的失落 特别的击落 你看这说了这十字真言 效果也不大 这不是还不行吗 耐心 要耐心一点 你当时笑天才刚五个月的 属于是幼犬 所以说必须要更耐心 这倒是有的时候 训练幼犬 就得像带小孩一样 要教育他 你是真不能着急 我经常带他到一些陌生的环境 进去锻炼 像一些山坡山沟 我多鼓励他 多抚派他 告诉他 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危险 只要我在 你就相信我 渐渐的 笑天开始对冯祺刚产生了信任 当他耐心的 一遍一遍的给笑天 讲解动作的时候 董事的笑天也会给他一些反馈 无论是对待人还是对待动物 那么都是一样的 他都是有生命的 你要跟他同样的平等对待的话 用你的微笑去赢得他的微笑的时候 那么他会对你也还你一个微笑 随着一天天的熟悉 冯祺刚认为可以试着让笑天做一些简单的训练课目了 于是他将笑天带到了最简单的人字版面前 可是事与愿违 笑天胆小的天性又一次表现出来了 本性男仪吧 还是胆小 你说让小冯多失望啊 小冯确实很别扭 当时他拉着笑天回到了宿舍 他也没进门 就坐在了宿舍门口 在那生门气 正在这个时候 趴在一边的笑天突然过来了 不仅过来了 他还把前腿搭在了小冯的肩膀上 两眼直直的看着他 那尽头啊就好像是在说 班长啊你别着急 我一定会努力的 看着这样坚定的目光 小冯也受到了鼓舞 第二天 他又带着笑天来到了训练场 就那一刹那之间 他自己一下子通过了 大家都不由自准的鼓掌 我抱着他 他又是亲啊 又是搂的 又是抱的 他对我也是非常亲近 你说像笑天这么胆小的拳啊 他都能够训练成为一条合格的这个搜救犬 对啊 别的能行吗 别的 别的 反正猫是不行 这我也知道 这我也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像这个宠物犬 你说他能够成为这种搜救犬吗 问着了 搜救队里 还真有这么一条犬 这条搜救犬啊 叫努努 学名金毛巡回猎犬 毛色金黄 体态端庄 如今 努努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行云流水 干净利了 然而 两年多以前 努努还是一条不折不扣 养尊处优的宠物犬 事情是这样的 在汶川地震救援中 一名记者在一线亲眼目睹了搜救犬 在救援中的出色表现 他深受感动 之后 决定将自己心爱的宠物犬 努努送到中国国际救援队 让他成为一条搜救犬建功立业 身体的状况 包括他对物品的这种占有欲 包括他的胆量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培养价值 经过面试 努努被留下来了 他非常可爱 你看 通过画面咱都看得出来 但是 训导员都不愿意接手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你看 可爱是可爱 但是就像孩子一样 他从小被娇生惯养惯了 来到部队 要对他从严进行训练 确实是很有难度的 不止如此 这个努努不仅是搜救队组建以来 接收的第一条宠物犬 同时还是第一条金毛巡回猎犬 这都是非常有难度的训练任务 所以我觉得 要想把努努训练成为一条合格的搜救犬 真得给他找一位非常合适的训练 训练员 宋群国的性格是比较稳 偏内向 对弄弄这种稍活泼的犬 至少他来有一个互补 哎呦 抢不过你 是吧 抢抢抢 宋群国不仅脾气好 而且还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搜救犬队当中 训练经验非常丰富的资深训练员 好嘞 来 经验丰富的宋群国曾经训练出许多优秀的搜救犬 但是面对新犬努努 宋群国一开始还是真没多大把握 凭着以往的经验 宋群国觉得想要训练好努努 要先从亲密关系的训练开始 但是呢 这个努努好像对新来的这位主人表现出来的是极大的不合作 而且这个训犬界还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绝对不能用打来让这个犬怕你而来服从你 没错 这样做会适得其反的 你必须得让这条犬和你成为朋友 甚至成为亲人 没错 我为了跟他搞亲和搞关系 当时他在家是一天喂三对 然后我呢 到这把他这三对给他分成五对 分成六对 日子一天天的过 在训练之余 宋群国每天都会带着 努努沿训练场的外围散步 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和努努在一起 抱抱他 鼓努他 有时候还把努努带到队员们的活动室里 陪他看电视 跟他聊天 这努努和宋群国的感情啊 真是越来越好了 是 就像你说的 快成为亲人 成哥们了 没错 我估计这下一步一定能够训练出好成绩了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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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有这么一天 宋群国带着努努来到了训练场 要进行一下适应性训练 本来以为努努能露个脸 结果没想到 现眼了 努努来 上 上 好 上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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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 没事 弄努他这个体型大一些 如果通过这个扑网的话 他就会爬着过去 他不愿意爬 不愿意爬 努努就肯定考不过关 宋群国心里非常着急 到底该怎么办呢 干脆咱换一种方法 其实呢 这种方法说来也很简单 那就是宋群国跟努努一块爬 宋群国的付出没有白费 经过各项考核 努努顺利达到了国际搜救犬的标准 并以中国第一支金毛巡回搜救犬的身份 于2010年初首次跨出国门 远赴海地执行地震救援任务 努努终于成功了 成为一条合格的出色的搜救犬 它可以为国家服役八年左右 你看啊 随着世界范围内防灾减灾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人类的重视朋友 我相信搜救犬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的 这正是战神笑天不一般 啰怒变身搜救犬 无声战友真努力 防灾减灾 做送件 你看 反山越岭飞檐走壁 他们是纵横世界的泰山雄鹰 无所不能 自害称雄 他们是横扫千军的特战神兵 国际比武 领军奋战者 竟然是一名国防神 连吃败仗 且看小排长如何展开 绝地反击 和平年代为您独家讲述 中国特种兵 小澳海外的精彩故事